由于第五波疫情爆发 立法会2月初将所有会议改为遥拒方式举行 视像形式开会两个几月后 议员终于重返立法会会议厅 就撥款条例草案进行易读辩论 有议员说预算案中提出不少利民纾困措施 包括消费券加码到1万元 以及上限10万元的私楼租金免税额 预算案亦向医馆局撥款921亿 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91亿 但是有议员就质疑 在抗疫重要时刻当局对医疗界的支援不足 虽然金额比上一年增加了11% 但是原来大家看清楚这条数字的话 就会发现原来这一笔撥款 已经算了用来抗疫的75亿额外撥款 连2%的增幅都不够 政府班高官开口迷口就说 多谢医护 但是原来实质上是支持医护工作的时候 就不停按住个荷包 现届政府任期将会在6月底届满 有议员希望下届政府能够将好的政策延作 所以这一份可以说是一个跨越两届政府的预算案 理论上应该是起到成先啟后的重要作用 要调整现在长远房屋策略的计算方法 必须要将实现三年上楼 协助青年置业告别劳房窩居 这三大政策目标真正立进去 以此作为推算究竟香港需要多少房屋 可以让这个问题聚焦解决 也要有指标真正做到以结果为目标 会上也有议员提出 香港可以和外国澳门等先行通关 才能够保人财、保资金和保市场 否则香港会失去很多经济寄予